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八个字就是一段 这篇文字一开始就给我们说明夜莺古报的典礼 借着就给我们说这些四十真相 众善因一定得伤苦 造物因确定免不了卧宝 那么再紧接着就是天地归神的检查 这一桩事情古人多半能够相信 而现代人认为这是迷信 把这一桩事情通通都疏忽掉了 所以才会感应的 巨大的灾祸 有很多人认为 有许多是自然的灾害 不是人为的 这种想法说法 决定是错误的 他不知道 虚空发解一切众生 跟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我们齐心动念 跟虚空发解一切众生 都息息相关 都是关联的 这个道理 佛经论里面讲得多 讲得详细 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紧张 对于这些离四 就很难体会得到 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自然就造很重的恶业 造这些恶业 自己不知道啊 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造业 这个人就开悟了 佛家讲觉悟了 觉悟就能回头 觉悟就能得救啊 所以回头什么 就能够超越一切灾难 就能够脱离六到十法界 他就做佛 做菩萨去了 可是这种根性的人 在世间 真正是凤毛邻居啊 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 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人是过去身中 无量节来的善根佛的姻缘成熟了 才会有这个现象 大多数人不觉 所以佛菩萨对这些人并不舍弃 慈悲到了基础 依旧 视线 在众生界 在六道 以种种方便 启发众生的 决心 一时 一生 做不到 可以用多生多结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醒悟 又豪尝不识 佛菩萨 多生多结的启示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这朕说明了 佛师门中 不识一人 可是 在我们没有领悟之前 没有回头之前 苦还茫茫啊 夜暴不可思议 有谁知道 天晴 我们也看到 很大的灾难 这些灾难 从哪里来的 业力造成 谁的业力 真正欺辱佛法的人 知道 自己的业力 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 我们在八范围缩小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修 不能好好的修行 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 我自己没做好 我不是一个好样子 责任我要承担 不能够推卸给别人 自己一定要做一个 很好的榜样 就是自读他 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 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 那是他的业障神症 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 帮助他 就像经上讲的 用种种方便 长时间的帮助他 总有一天 他明白了 他回头了 那我们的教化的功德 是有结果的 决定不是白费 感应篇在这个里面 讲这些 贵神 见差人间 说了三段 第一段 讲天神 第二段 讲三世神 三世神 是我们佛门讲的 世神 神世 世神 今天我们看两句造神 造神 是 检查 一个人家的家庭 检查一个家庭 前面讲的天神 三世神 是检查我们个人 这个是检查家庭 你这一家 行善行无 他都清楚了 在中国过去 民间 每一家都供养造神了 年岁大一点的人 这个记忆 应该很深刻 在过去 中国一般家庭 厨房里面都烧灶 不是像现代话用电器 烧灶 建造的时候 就给造神留了一个位置 留个小龛 里面供养造神 造神龛的旁边 还有一幅对脸 我还记得 上年叫上天做好事 下年是下地保平安 那么习俗 是纳月二十四 造神 升天了 去报告 你这一家人 这一年 所造的善悟 现在人是 这个是你信 每一家也不供造神 不供造神 造神还管不管你家的 依旧造管 绝对不是说 你不供 他就不管了 他造管了 随从天地 归于神的见差 我们了解一个四世真相 即使猛祸福 都有预兆 有预见 预先来警告你 这个预警 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 太多太多了 只要你头脑冷静 细心观察 几乎我们六根所接触的 无疑不失预警 这个预警 很不好 很不利 所以我们自己 一定要做一个 大转变 我26岁 接触到佛法 那个时候 我感觉的 已经太晚太晚 我一接触佛法 张家大使 就把这些事情 交给我 我能相信 我能接受 我能够依旧奉献 老师的教诲 句句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感恩 一辈子生活在感恩之中 我帮助别人 我教导别人 也是过去老师教我 这种心态 真诚 清净 平等 没有分别 被世间 一切 人事无 没有需求 尤其现在 年岁大了 晚年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 表意到夜暴 我早就走了 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也是 这些诸位 做了一个样子 诸位看看我这个样子 你应该有所启示 我这一生 没有寿命 没有佛报 在佛法里面讲一点 前世大概是 修慧不修福 幸亏有一点智慧 给众生 结了一些善与 所以遇到都是很好的善知识 本身就一个条件 我跟诸位也讲过好多遍 好修 我肯修 欢喜清净善知识 欢喜读善术 这个是我本身具处的条件 没有佛报 现在大家看到 我有点佛报 上个月 与民法师到这来看我 那个法师会算命 他给我算了 说法师 你走老运 你现在心强四尘 做什么 都顺利 都成就 受命也延长了 都没求 我没求福 也没求受 往年 李宾南老爵士 在台中讲经教学 看到学生当中 有命波的人 短命的人 没有福的人 李老师特别劝导他们 发心红发力赛 老师说 红发力赛是世间第一大福 我也是他劝导我 我才走上这条路 真有效果 但是 一定要身心世界 一切方向 发心 为佛菩萨工作 为一切众生福 一切众生有福 佛菩萨需要你福 自然得到祝福忽念 天龙善神 用火 你不要去找他 他自然就来了 绝不要自己用心机 要想做什么 做什么 那就错了 那就决定造业了 造业 是谨损自己的福保 这是说 你过去身中 修集的福保 减损了 辽汉斯训 感应片里面 说这么多话 实在讲 只是说一桩事情 一银一桌 莫非有钱 都是你自己 说明事处事乏 就是一个大的 因缘果报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种善因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你的果报 就殊胜了 说佛 佛就是我们的定型 佛就是我们的模范 佛的心 清净 平等 真诚 佛对于一切众生 慈悲爱护 照顾不为不至 真诚恭敬 对人对死对我 我们要细心观察 要知道怎样 去学习 佛不但是严教 佛有身教 佛教给我们 都是尽善尽美 所以 欺入佛的境界 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 活动空间是 尽虚空变法界 你所想的 所考量的 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 绝对不是一个世界 而是无量无边 诸佛 这个胸巾都大 正所谓是量大佛大 所以佛的佛会圆满 没有不能够包容的 我们今天说一个道场 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 彼此互相不能够相容 他还有什么佛报 他那个佛报可怜 太小了 想尽了 三途去了 这些四礼仪的真相 我们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造神真有 绝不是加油 不单造神 这一个家庭里面 鬼神很多 门有门神 住要是念念礼祭 你就晓得 原来是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角落里头 都住的有鬼神 我们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人没有看见 鬼神看得很清楚 明朝 于敬意居士 欲造神迹 这一篇文字 是他的同乡 记录的 全都是事实 这一篇文字 复印在了凡视讯里后 我们过去曾经 讲过一遍 也讲得很详细 可以做参考 欲造神 不值于经意 一个人啊 我们在古时候 古人的笔记里 看到很多 他这一篇 写得最详细 写得最精彩 阴光发丝 把他流通了 读书人 修行人 往往自己以为 很善良 别人看起来 你也很不错 每一天 都是做些善思 说好话 行善思 于今一早年 一佛如是 但是一生贫穷潦倒 自己以为 自己都行善 没有做过什么 我 老天爷 这个国报不公平 造神很慈悲 造神知道 他是个多数人 变化他 他能接受 他能反省 这在实现 告诉他 你的行为 好像是善 你的念头太握了 意握 你自己不能够反省的 因为你念头握 意握 你所行的善 都不是实在 都不是真的 所以天地鬼神 见察 你从年初一到 那月三十 没有一桩是真的善思 全是敷衍 假的 做样子给人家看的 假善 不是真善 造神给他这一点 他恍然大悟 他才真正晓得 人 造作物业 不怕 怕的是不能回头 怕的是不能救物 啃回头 啃觉物 都有救 过人如实 家庭也如实 社会 国家 世界 都是一个道理 那么现在 劫难 现行 大家都知道 劫难有没有救 决定有救 从哪里救起 从人心救起 从自己心里面救起 自己的心 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 断物修圣 破密开物 救得救 希望我们大家 要认真 要努力 要改过自信 不但自己得度 也帮助了别人 这个才是莫大功德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 你 都 我 你 感谢观看